好 這個剛剛雷秋律師有說 說這女生下跪 也許是他在汽車旅館的時候 怎麼做的 怎麼做的事 他在百貨公司下跪 如果這樣的話 你要講他什麼 沒有 這個真的是我們那個直男的盲點 我們就是女生都是柔腸百轉 有一百種理由 為了感情可以下跪 但是我們直男就只能想得到一種 就是一種做事情 男生比較單純 真的不能往自己臉上貼近 不是單純 就是笨 黃醫師聽到這裡小安的故事 你會覺得非常的震驚嗎 我沒有非常震驚 因為反而是很敬佩小安老師 因為我認為非常多女生都是這樣子的 可是他們絕對不會那個 剛剛那個汽車那個跪的狗爬式的是被拍到 然後小安老師是因為非常有勇氣 然後所以才可以在公眾上講出來這樣子 好像覺得說 不是很好的過往經歷 可是我認為很多女生 我們看到都是這樣子 對 那小安我請教你一下 他你剛剛講了 他的過路費 油資停車費 貓的結紮 差狀什麼的 連創業的錢也拿不回來 對 他優點是什麼 我覺得 一八八 他是沒有一八八 但是他個子也很高啦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個企業 他算是自己出來創業的一個老闆 對 那加上其實我覺得 我那個母愛的那個部分 又會跑出來 因為我看到他的兩個女兒 然後之前就是因為他 我有聽說他過往的情勢 就是都不是那麼的順遂 然後那兩個孩子又特別很喜歡我 所以我就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我可以跟這個 這個現在這個男朋友 好好的去溝通 然後大家或許可以再組一個家庭 因為我那時候甚至有跟他提說 我想要再生小孩 在那時候四十歲的時候 他甚至還跟我說 好 你可以生啊 但是我只捐金子給你 只捐金子給你 然後小孩要歸我姓 他不養 對 他當時是這樣講的 對對對 對 他當時是這樣 然後 但是我聽到 男朋友吃他吃夠不夠 對 就是那時候 而且他真的也講了一句話說 小孩你真的太單純了 你知道嗎 你是我交往中最單純的女生 哪一天我把你賣掉 你可能還在鎖鈔票 那單純有什麼不好 就是單純才好 沒有 他覺得我太笨 對 就是因為他本身是生意人 他覺得生意人 第一個 女生要懂得會開車 女生要懂得會賺錢 他雖然當時是因為聽到 我是一個星座老師 是有個光環 可是後來實際瞭解 發現說我其實只是一個弱女子 只是一般的女生 他喜歡的是一個女強人 是 就是要會開車 又會賺錢 那次的百貨公司下櫃 有挽回嗎 那次是有挽回 對 有挽回 可是後來我的挽回是什麼呢 我到他家去拖地 就是幫他打掃 對 對 幫他打掃所有的那個居家環境 他才會說 好吧 那我們就再繼續試試看 對 所以這個男生很爛 我聽到這邊受不了 我覺得這邊有 你剛剛不是都還很冷靜嗎 什麼叫你受不了 不冷靜 聽到拖地我已經無法再冷靜 拖地很嚴重 為什麼 我覺得像小安老師 第一個這個男朋友 大家覺得很誇張 是 可是他確實有讓小安老師 忍耐的條件 就是我們看到的外型 還有一點點的家世背景 不是每一個家庭 都可以好好養一個精湛的小孩 然後跟他講說 哇 沒關係 你不要努力了 是沒有辦法 爸媽自己 就讓他去當遊民的 都所在不少 那所以我覺得我看到的重點 是因為就如同雷秋律師講的 小安老師十幾年前一定是美女 可是 這樣講我也錯 對不對 現在也是美女 你掉入我的坑 對 我被雷秋律師陷害 但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當 妳可以委託雷秋告他 當場有聲音 就十幾年前 就是一個身材高挑的美女 遇到這樣子的條件 她應該要很能夠抽身的 為何沒抽身 然後第二次在 就是也許經歷了一段婚姻失敗 四十歲之後想要創造 第二次在遇到一個所謂的企業主 說是商人 所以接受了人家跟他講說 他比較算計從車子 然後到到你幫忙出錢 他都算計 其實我覺得這邊有 可以破題的是 我們覺得女生覺得自己 在男生眼中是有價值的 其實在他的眼中是非常廉價 而人的天性會看不起廉價的 任何人事物 比如說你買 廉價就不珍惜 就是太容易 因為像現在大家都不珍惜健保 太廉價 看到醫生就覺得我比醫生厲害 這個就是很長期的觀念 那我們的 沒有啦 沒有比醫生厲害 那臺灣的女生是這樣子 因為長期以前是家庭主婦 其實也是廉價的勞動力 就你不敢討論而已 你討論起來不就是因為他在家 然後他做事 你都不給他錢 然後你就覺得他很好用 很廉價 所以我們臺灣的很多男生的腦海中 不管是帥哥還是企業主 還是一般般的就是普姓男 他們會認為他看對象的標準是 我要看到能夠提供勞動力 或是金錢力的女生 所以我們女生就會像小安老師 有錢的 我會提供錢 你這個錢好 我幫你出 結紮錢 我幫你出 勞動力 好了好了 我們吵架 我去幫你把家裡都打扫好 我證明我有金錢力 跟勞動力的時候 你男生你應該要考慮我 你應該不可以把我拋棄吧 我應該有實實在在在你旁邊的理由 可是真正 如果你再仔細去觀察 男生對於他們真正很愛的 覺得他很有價值的 他們不會看他有沒有金錢力 跟勞動 因為就很純粹 我就喜歡你在我旁邊的感覺 你不做事 其實過得很好的人也都有 所以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我們怎麼會被控制 就是說他明明對我不好 可是我就是還是 就是他在他那邊 我覺得這邊就是我們要 打倒AA男 打倒AA男 你沒有本事 你不要出來混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些事情就是如果在 就從小安老師的身上 那個例子太好了 因為如果這個男生 跟這個女生交往 他既不 你表面上好像付出精神 甚至說出了精子 可是他不出金錢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 我很便宜嘛 這我跟他的交往 跟他的戀愛 不要花什麼金錢支出 太便宜了 這個所以可以招之急 來呼之急去 一定是這樣 那請教一下崔文老師 什麼樣的男生有計較到這樣 對於自己愛的人 或者是伴侶 過路費也計較 油錢也計較 停車費也計較 貓的結紮也計較 什麼都計較 我覺得這個男生在心理上 就是說他比較是以自己的利益 為導向的 他並不是會思考到說 這是助人 他比較利己 很自私 對 他很自私 然後在這個愛情當中 剛好遇到了一個這樣的女朋友 那這個女朋友又是一個 我其實會滿足他的自私 對對 他剛好滿足他 因為我覺得小安老師 我這樣說希望你不要介意 就是說不會 我會擋著 我覺得說他兩段感情 屈辱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屈辱 可是他心理狀態有點不一樣 我其實會感覺他共同的心理狀態 都是自我價值很低 才會讓自己接受控制 然後服從 自我價值很低 對 然後才會被別人這樣被對待 然後他就覺得 我應該要聽他們的 可是他在第二段 因為他設立了一個 他一直強調一直強調 我希望我可以跟他結婚 有結果 所以他被他設立的這個目標給困住了 然後他一直想要去取悅這個非常難以取悅的人 那這個人他不但小氣 他很難取悅 他連感情說我對你沒感覺了 我就想走了 他還留下他 所以他那麼難取悅 然後你還拚命的想要留下這個人 我就會覺得你是一種幻想 因為我感覺他內心應該有一部分是屬於幻想 幻想我可以改變這個人 幻想我可以跟他有美好的未來 幻想會不會他跟我在一起久了 他就會變不一樣 所以我感覺他有一個虛假的幻想 在支撐他不斷地付出 所以他在這個心理上有一個 因為他說 我說我對你沒感覺了 他竟然留著 而且你觀看他前面的所有的行為 如果說他前面都對你極度的好 那他現在說我對你沒感覺 可是沒有 他跟你借 他還從你這裡拿到資金 然後拿到資金 他會說全部扣光了 他從來都沒有看到 他還說他欠 對 他從來都沒有看過 你對他的幫助跟對他的好 所以你也會感覺他真的是否定 你所有的價值 那這很符合他內在的 第一自我價值感 那小安 所以你這個跟他下跪又挽回了 那後來又為什麼又分手了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